變我看一下你的相簿嗎 可以喔 警方圍著男子要求對方 打開手機相簿檢查 且說對方還不願意配合 但眼看圍觀群眾越來越多 阿伯只好乖乖照做 你剛才到底是有沒有去拍人家啦 有拍多人 拿著亂拍 亂拍那個而已啦 數到口即證明中年男子會這麼緊張 都是因為有探訪老闆發現 他涉嫌偷拍女生 因為我只是看到他一直在女生後面 老闆一陣延遲跟警方講述案發過程 也真的在手機內發現多張陌生女生的照片 手機放這裡 然後他的錢包 錢包是放前面 他以為是不會發現 你懂我意思嗎 然後放這邊 這是派女孩子 女孩子的背面 事發在29號晚上7點多 一名阿伯在高雄中山夜市 將手機放在都市上 補撞徘徊還時不時會靠近女生 而這一幕剛好都被建議有為的 土耳其籍老闆看見 當場把他攔了下來 我直接抓他就後面這裡 這是後面 然後我跟他說你在做什麼 你為什麼要拍別人啊 馬上手機都鎖起來 想要跑掉了 我沒有想到 我就是想要直接抓他就好了 現場一無被害人指證提告 警方當場予告誡 並將男子相關資料操錄 由於阿伯沒有直接偷拍群體 警方也只能叩頭告誡 但好端端關夜市 卻遭陌生人偷拍 北海女子恐怕心裡難受 好在有熱心老闆出手 直指殘狼射狼無所遁心 請喜歡謝謝阿倫劉康永常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靜好新聞